I feel so free Oh my sweet baby 哈囉大家 今天又要來玩一個新的挑戰 因為上次我在陽明山上誇下海口說 就是我開車技術真的不有別於一般人 所以我的企劃說今天要來給我一個新挑戰 所以我們要帶你來開一個卡冰箱 展現車技的地方 要考驗你的車技 但考驗車技這件事情呢 你可能就覺得太簡單了 Easy 所以我們要加一個挑戰在裡面 就是記憶力的挑戰 今天呢我們製作單位這邊呢 都還沒有吃過中餐 因為我們獨你帶我們去吃好吃的 好 好 今天一提答對我們就100塊 好 100塊的吃飯獎金 我們要先去請教練教我們對不對 對 好 那跟我一起進去嗎 GO 嗨 哈囉妳好 我們來到了教練身邊 等一下我們會分成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我們先看影片 好 那影片內容會再講解一些卡冰車基本架構 跟一些賽道上的規範 第二個部分的話 我會講到我們場館內 等一下所使用的車子 好 那第三個部分是賽道圖的部分 那第四個部分 就是當我們著重的時候需要準備的東西 就先從影片部分開始 好 那影片內容大致上是這樣 那有什麼問題嗎在影片上 我有問題 好 教練我想要問你 因為我看到裡面其實有蠻多厲害的賽車手出現 那要怎麼樣判斷一個人有沒有開卡冰車 或是這類型的天分嗎 應該說我們不管是任何運動 其實天分多少過於努力 努力還是比較重要 所以說如果真的有興趣 那很喜歡賽車 那對賽車有熱情 那就算你是一個完全不會開車的人 你從零到會開車 那到後面很厲害 其實這段過程中只要你一直努力 它其實是一定會達到一個很不錯的成績這樣子 然後踏進去之後呢 直接踩坐墊 因為旁邊有很多線 不然會被絆倒 然後呢 手撐一下 然後兩隻腳往前伸 欸有沒有覺得我很厲害 然後安全帶呢 就是像背書包一樣把它背起來 然後呢再來把它扣緊 扣緊之後要先調腰部的鬆緊 然後再來調肩膀的 然後確定好之後呢 它左右兩側是可以調整它的那個位置 然後左邊是煞車 右邊是油門 不能同時踩 要不然會有危險 你剛剛教練看了一下你剛剛開車的 手後方向可能只是這樣子移動 喔對 剛剛教練有講到 就是我們轉圈的時候呢 要先移推 然後這邊輔助 就是左手 可能要轉那個方向是拉對不對 然後這隻手輔助 所以一拉一推 這個重量是等一下的重量嗎 對 喔那真的還蠻重的耶 那教練我這樣OK嗎 姿勢 可以可以 可以齁 我都有記住對不對 有都有記住 重要的東西都記住了 那我們可以換裝了對不對 對 好丟臉喔 好 好 那現在可以直接出發 那你就直接幫我給我們踩到 GO! 出發 GO! 出發 再一圈 鼠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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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太慢了 97點多少 現在試一下這個就是 開車其實不難耶 我現在就只拿 只需要一直記而已 你寫下來 我要寫的 你要寫喔 這樣第一點 對不起 是眼 我把它分開看了 你知道嗎 我把它寫成 這樣算不算對 這樣算50 50塊 21 97點多少等於76 第三點是自然幾 一氧化炭 臭氧 臭氧 一氧化炭是臭氧嗎 不是 不是 差遠了 對不起 我過 我自然很差耶 這樣子算對嗎 對 這樣算對 因為我剛獲得了一個 這樣要享樂之父 台盾 對 YA 300塊 第一點有300 那你覺得300塊我們吃到什麼 你們可以去當Bellin商店 財富自由的人 我第一次挑戰真的太失敗了 我五題呢 剛剛加起來只有300塊 剛剛教練說 因為這邊女生平均速度40秒 我好像看一分多 沒有 我剛剛真的就是在記題目 雖然我好像也沒記到什麼 我現在就是認真開車 然後認真打聽 因為前面五圈當暖身 那我現在要出發囉 我現在要開始有速度感囉 我現在要開始有速度 差不多大概是 我可以 那我卯盡全力開始 如果我最好的成績可以跑在40 就是你一樣5圈 5圈 如果能在40 我剛剛的750 就Double 要Double 這樣1500嗎 我們大家夠吃 可以吧 好喔 有吧 我應該我剛剛的速度有到女生的平均值吧 我幫你看喔 41.18 耶 Double 有東西吃了 1500 等一下教練帶你體驗看看 好啊 那我來一次跟教練的 我做一下教練的 好 好 他剛剛都沒有接槍 怎麼比我想的快很多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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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喔 好猛喔 啊 還有錄到再一次嗎 應該是可以的 我覺得我沒 可以嗎可以嗎 等一下聽得到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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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看 反正我們等一下就放畫面 過程不重要 我就只是在亂叫而已 還是後沛 後沛 怎麼比我想的快很多啊 挑戰完畢了 我大概就是做壁做了五題 卸題卸了五 兩題 我前面呢先那個 湊到七百五十塊錢 第一圈三百第二圈四百五 然後後來我就上訴 因為我後來剛剛看我那個 計分表 我第一圈跑超滿 我跑一分二十耶 到最後呢教練跟我說 女生平均是四十五秒 我在最後最後最後我上訴 我跑到了四十一秒 掌聲鼓勵自己下那個掌聲 一千五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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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手段賺到了一千五百塊 我在列日下 脖子後面曬這麼黑 快點把一千五百塊錢 然後我們這邊有四個人 四個人除以一千五的話 一個人也可以吃到三百多 三百多是應該要吃什麼 義大利麵 比較多是一千五百塊錢 來自家製作人 一千五百塊錢 二千五百塊錢 再一個人有四個人 三百多是應該要吃到八百塊錢 一個人的餐廳 一千五百塊錢 一千五百塊錢 平均可以吃到八百塊錢 一千五百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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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我要繼續舉我的牌子 Bye Bye 如果我不講只是一直吃 還有啊 連結記得要銜接 不要看出來我在念 假裝我吃完之後很會講 雖然呢乾拌麵基本上是到處都有 但是呢今天卻是我首次嘗試福州乾拌麵 首先呢上菜的時候我只有看到蔥炭麵 我就越發懷疑想說 為什麼這麼簡單的配料 卻會是許多人口中的美味呢 此時我評鑑桌上有三罐足料 三罐三罐 按照順序指示依序倒入半雲這碗麵果 首先我先聞到淡淡的香氣 慢慢的在餐桌上散開 這股淡淡的香氣呢 就足以讓人時時大動了 我捲起一口麵後送入嘴裡 特殊的醋香與辣渣 夾帶的香氣 瞬間充滿了整個嘴巴 加上還有輕蔥 還有味覺的衝擊 讓我忍不住一口接著一口 麵條不同於一般的油麵 麵條軟硬適中 我搭配這些味覺衝擊 讓這一小碗的體驗得到了大大的滿足 有沒有 很會講 欸 我要結帳 妳好 950 謝謝 謝謝 掰掰 很划算耶 你們還可以再去吃個甜點 可以再去吃個小菜 不用小菜吃過 可以去吃個冰啊 喝杯飲料 今天有來的大家辛苦的工作人員 如果你們想要玩卡丁車的話呢 就可以去我今天早上有錄的 就是大魯閣的卡丁車場 那如果你吃完完之後呢 想要來吃個麵 那大家就可以來這一家圓香拌麵 欸 真的是我們點了整桌千元油澡 應該還OK吧 你們一定沒想到我剩多少錢對不對 剩550塊 嚇到吧 我們點成這樣 那妳去前面我們要喝的那個 好喔 妳去幫我們吧 我跑腿 我跑腿 那我要Ending了嗎 好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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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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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不可以咬人 吃來了 變成這樣 很久 吃 吃